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令出生于一个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里面 他的父母两个人在1959年的时候相识于北京的科学技术大学 两个人经过了一段美好的校园恋情之后就组建成了家庭 朱令的父亲吴成之在那个时候是北京国家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 朱令还有一个姐姐叫做吴金 那有人肯定会问了为什么朱令的父亲和朱令不是一个姓呢 实际上朱令是随着母亲姓而姐姐吴金是随着父亲姓 但是就在1989年的时候一场悲剧悄悄地降临在了这个家庭里 朱令的姐姐吴金在跟同学出去春游的时候失踪 三天之后遗体被发现被警方确认为意外死亡 姐姐吴金的去世对这个家庭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朱令的父母对朱令是更加的细心呵护 但朱令自己也争气 在1992年的时候朱令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化学系 从小朱令也是多才多艺 从15岁的时候朱令开始学习古旗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朱令还成为校业的主力队员 曾经获得过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的二等奖 而且朱令还是国家的游泳二级运动员 但是在音乐和体育方面的爱好并没有影响到朱令的学业 她的成绩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又好看 文字体多方面开花的一个才女 即使是在人才辈出的清华大学 也被所有的学生誉为是女神 完美的女神 但是大家都说天度红年嘛 就在朱令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的时候 一场悲剧又悄悄的降临在了她的身上 1994年结束了清华大学在北京音乐厅的汇报演出之后 朱令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参加校乐队的庆功宴 一场奇怪的病痛就把朱令给击倒了 根据朱令同学提供的一些信息 说从1994年10月份开始 朱令就曾经两次暂时性失明 那个时候她去医院进行了检查 但是两次都没有查出来任何病因 一个月之后 1994年的10月24号 根据朱令母亲的回忆说 朱令那个时候开始全身疼痛 一开始只是肚子疼 吃不下饭 后来就发展成了全身抽搐 几天之内 朱令的一头秀发全部都掉光了 当时朱令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朱令就立刻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 但是在医院也是经过了多方的化验 多次的检查都查不出来病因 这个时候同仁医院有一位医生 就提出来一个疑问说 既然朱令是化学系的学生 那有没有可能朱令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 接触得到了一些有毒的试剂 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朱令母亲这个时候提出来一个疑问说 因为朱令当时还是本科生嘛 所以大部分时间做实验的时候 都是和同学一起进行实验的 那即使是接触到了有毒的试剂 为什么就只有朱令一个人中毒了呢 虽然说对中毒这个说法 朱令母亲是一个怀疑态度 但是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去找到了清华大学的校方负责人 但是清华大学的老师说 朱令在学校期间从来没有接触过有毒试剂 学校老师甚至还提供出来一份清单 给到朱令的母亲 那份清单上记录了朱令在学校接触的 所有的化学试剂的名称 就在大家对朱令的病因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好消息是朱令的病一点一点的好了起来 掉的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 转眼之间呢已经到了1995年的春天 寒假结束之后清华大学也重新开学了 这个时候朱令就跟自己母亲嚷嚷了 想要回学校上课 因为也可以理解嘛 朱令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她肯定不愿意落下太多的课 因为母亲即使是担心 但也拗不过女儿 就把朱令重新送回了学校 但是刚刚回学校没几天 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 朱令又开始全身剧痛 而且和上次的症状特别的相似 但是这一次的病情来得更快更猛 1995年3月23号的时候 朱令陷入了深度昏迷 也从普通病房转入了ICU 医院也给朱令的父母下了病危通知书 但就这么一个好好的人 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又病倒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呀 大概几天之后 1995年的4月5号 北京的一家报社登出来一篇报道 报道的名称是 清华才女无故病倒 这个报道已经登出之后呀 朱令的很多同学 初中和高中的同学一看 诶 这不是我们同班同学朱令吗 就纷纷的来医院看望朱令 因为朱令性格非常的活泼开朗 人缘特别好 所以很多同学呀 就想要想尽办法 帮朱令找出这个病因 当时朱令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 同班同学叫做贝志成 这个贝志成和其他几个同学 正在进行一项互联网研究的项目 所以贝志成这几个同学 都提出来一种想法 想要把朱令的这个病情啊 公布到互联网上 想去寻求一些国外医生的帮助 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出朱令的病因 但是199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中国能通网的那个电脑 也不过几百台而已 所以大家对于互联网上网求助的这一想法 其实当时并没有抱太大兴旺 但是贝志成这几个同学呀 没有放弃 在1995年4月10号的时候 贝志成等几个同学 把朱令的病情翻译成英文之后呀 就投到了网上 但是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呀 贝志成他们就收到了几百封的邮件 这些邮件大多数都来自于一些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医生的回复 在这些邮件中呀 都神奇的提到了一个化学物质的名称叫做他 他这种物质呀 他是有剧毒 易溶于水 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呀 首先会攻击人的消化系统 随后会攻击人的神经中枢 最后会要人性命 也就是说国外的一些医生呀 怀疑朱令是他中毒了 在几天时间呀 贝志成他们就收到了2000多封邮件的回复 来自于18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但是这些邮件回复中间有30%居然都提到了他 就在贝志成和同学们整理这些邮件的时候呀 当时朱令的主治医院就提出来要给朱令换血的这一想法 因为一直查不出来朱令的病因嘛 所以说当时换血的这些做法 实际上是对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换血的这一做法呀 也让朱令染上了饼干 换血手术结束之后呢 贝志成他们几个人就拿着这些邮件 就找到了清华的校方 还有朱令的主治医院 跟清华的校方和主治医院反映了说 朱令可能是他中毒的这一消息 但是当时实际上人们对于来自互联网的信息 是一个很强的怀疑态度 而且校方还明确表示了说 朱令在学校的学习期间 并没有接触过任何的他元素 那没有毒源的话呢 就何来中毒一说呢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呀 在当时北京的几家医院中呀 都没有检测他中毒的这个条件 就在万般交集中呀 朱令的父母从朋友中得到了一则消息 说北京有一位叫做陈振阳的教授 这个教授有多年的毒理研究 而他的主要研究项目就是他中毒 很快的朱令的父母和朱令的主治医院的院方 就联系到了陈教授 在陈教授的指导之下 采集了朱令的血液样本和尿液样本 陈教授一化验啊 就得知朱令体内的他的含量 比正常的他含量高出了几万倍 而且根据检测结果 陈振阳教授推测说 朱令是两次中毒 两次他中毒 那既然朱令本身没有接触过他元素 那肯定就是有人投毒了 当时给朱令治疗的医院院方 立即采取了解毒的措施 1995年8月31号 昏迷了整整五个多月的朱令 终于醒了过来 但是由于他中毒的不可逆性 朱令的重度已经太重 昏迷的时间太长 中枢神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到目前为止 朱令已经接受了20多年的康复治疗 但是他的机体能力 语言能力 还有治理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到目前他的治理相当于十几岁的孩子 生活不能自理 依靠父母来照料 那么现在最最重要的问题出来了 到底是谁下了毒呢 我先跟大家公布一下官方的调查结果吧 就是这个案子还是一个悬案 就是没有找出来凶手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但是朱令这个案件 根本就不算是一个非常难破的案件 在那个年代 相信能接触到他的人非常的少 朱令身边能接触到他元素的人 更是屈指可数 怎么就破不了案呢 实际上在1995年5月17号的时候 北京公安局已经对朱令案立案侦查了 根据调查显示 在当时呀 北京因为工作需要 能够接触到他和他岩的单位 不过20多家 能接触到他元素他岩的这些人呀 也不过200多名之多 整个北京市 而且下毒之人应该就是朱令的身边之人 也就是说这个人很可能是在清华大学校内的 那范围应该很小的呀 根据清华大学校方提供的资料说 当时在化学系中能接触到他元素的学生只有一个 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伟 他和朱令是同班同学 还和朱令是室友 那孙伟的父亲孙大午和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呀 在当时都在国家 在北京的国家地震局一起工作 两个人是同事 在1992年夏天的时候 北京的国家地震局组织了一场郊游 就是组织所有的员工去野外旅游 当时呀 孙伟刚刚考上清华 孙伟的父亲呀 就非常自豪地跟周围的同事炫耀说 我女儿特别优秀考上清华了 这个时候地震局另外一个同事就说 那个吴承之他们家那个女儿朱令 他也考上清华了 听说也是化学系的呀 当时孙伟的父亲孙大午就特别不屑地说了一句 他们家女儿跟我女儿根本没法比 就可以看出来呀 孙伟的父亲呀 对孙伟从小就基于非常高的厚望 而且要求也特别严格 而且其实孙伟的家庭背景也要比 孙伟的家庭背景优越很多 那从小处处都比人强的孙伟 来到了清华大学之后呢 处处都比不过朱令 一方面孙伟的父亲给孙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多才多艺又长得好看的朱令 让孙伟起了很强的嫉妒心 那孙伟到底是不是凶手 虽然孙伟呀 曾经被检方列为最有嫌疑的第一人 但是因为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在1998年8月份的时候 北京的公安14处对孙伟解除了嫌疑 那什么是过硬的证据 就是一些像指纹呀 像人证一些 可以直接证明是孙伟投毒的一些证据 但是在警方对于朱令案调查的过程中 还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在1995年4月28号到1995年5月7号这几天之间 朱令的宿舍几次失窃 但丢的所有的都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都是朱令的随身用品 那个时候朱令刚刚中毒 没对了正在医院进行抢救 那丢的东西是什么呢 朱令的眼睛盒 朱令的水杯 以及朱令的一些沐浴液和洗发水之类的洗漱用品 但是这个诗签也没有找到凶手 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个案件和朱令案有什么关系 就这样过了十年 在2006年的时候 孙伟在天涯论台发帖说 朱令案与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 清华大学的黑锅我不背 而且孙伟表示说 自己当时并不是清华大学 唯一能够接触到他元素的学生 就在几年前 一份朱令案真相调查分析报告的报告泄露出来 在这份报告中也明确指出 孙伟对当时品学兼优 在古琴和钢琴方面都极具天赋 以及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的朱令 心存忌妒 在1994年10月到1995年3月的6个月期间 多次对朱令进行投毒 投毒的方式就是通过朱令在宿舍中 所使用的一些眼镜和沐浴用品 还有水杯 这才先后导致了受害人视力模糊 头发全部都掉光 以及浑身疼痛的症状 根据朱令的父母透露说 在当年北京公安十四处曾经有领导 亲自向他们透露说 朱令案实际上早有定论了 就差一张窗户纸没有捅破了 证据实际上全部都已经拿到了 但是凶手没有被逮捕的原因 是因为凶手的后台过硬 说这个案件当时是被上面的人给压下来了 而且在1997年化学系的毕业典礼上 清华大学是拒绝给孙维发毕业证的 也就是说孙维到现在没有清华大学的毕业证 目前孙维已经移民到美国了 更有戏剧性的一件事 是在2013年的时候 朱令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 这封信还被某位网友 以一封奇怪的来信为名发布到了网上 现在大概内容是说 朱令案当年的真相并不是孙维 而是朱令宿舍的其他所有的同学集体投赌 集体给朱令一个人投赌 投赌的原因是因为 朱令当时严重地影响了其他学生的休息 然后同学已经隐忍了两年 全部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集体给朱令投赌的原因 只是想将他赶出宿舍 没想到用量不当 就导致了朱令的终身残疾 这封信后来也被交给了公安 但是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至于朱令案的真相是什么样的 我想很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猜测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样一个发生在90年代的案件 过了十几年之后 又被拿出来重新说 也许这背后的意义 这背后的水是比咱们老百姓 想了要深得多 但是一个花季少女 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天网灰灰树而不漏 我们老百姓要的就是一个公道 大家说对不对 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 别忘了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